我听这些所谓的专家讲完以后 我对他们说我完全都不同意你们所有人的狗屁观点 听你们这些胡说八道 我说你们怎么成为世界数字货币大佬 这原因哪原因啊 是说这回改变了事实啊 你看过去是这个传统货币股票市场 躲避风险数去数字货币 那么一般来讲传统市场跌 它就会涨 下回是双跌 数字货币跌了 国家也跌 这个债券也跌了 三跌 没有出现如果这种事情 这又是改革式的 胡说八道 这四个人懂金融都会说 我跟你们说仨观点 是你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第一条 全人类没说的 这是今天我说的啊 最重要的 这次的数字货币的倒闭 核心的原因是俄乌战争和共产党 第一个 共产党当已经预测到 美国人一定会对它极限制裁的时候 它开始大量的抛售所有的意见和转移资产 包括股票 包括在美国中概股 还有像陆金所 还有这些人拥有的所有的东西 这时候当然加速了共产党的所有的房地产和金融股的极为危险的崩塌的时刻 这时候就是速倒乎生算都在跑的时候 这个时候像陆金所藏的各种金融票据 各种有价证券 各种包括数字货币 赶快逃行 这是第一原因 这个是核心 就是共产党从西方金融系绒里面提前叫做脱逃 不叫脱钩 叫脱逃 导致全面的整个市场崩溃 当然包括俄罗斯了 大事已去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